上大灣區置業又擔心又風險 森姐我只是會相信有上市公司背景的橫雨筍盤 實力雄厚專業團隊用心幫你找最合適的筍盤 知多些 試多些 找橫雨筍盤 Hello 大家好 又是橫雨筍盤 喵神 今天帶大家來到深圳南山科技院 我告訴你這裡真是高樓立立 非常多一些國內定級的IT公司和科創公司聚集 不過今天不是帶大家來參觀科技院 我只是想帶大家去看看 科技院旁邊有一個非常美麗的購物王街 這就是華雲的萬象天地 這裡是華雲萬象天地的旗艦廣場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大間Ulico 今天這裡做一個展覽 看看這是Tesla的車墊 在這個路中心放了很多Tesla的車 讓人們參觀 船購等等 我一直走右拍給大家看看 這裡的感覺其實不像中國 我覺得有點像日本東京街頭 特別是青山 表參道 外觀山那邊 是非常美麗 非常舒服 講開旗艦廣場 除了一間很大型的Ulico 還有Tiger 和 Jordan 都是一座座 整座巨無霸 另外看到道路兩旁的樹 充滿光了Lt燈 都非常美麗 這些女士 竟然在右邊有一個香港人都很熟悉 一個香港人都很熟悉 這間IT 都是一間超級巨無霸 總共有三層樓 我們繼續往前走 入夜後,這裏的氣氛更好 比日休時更好 現在天氣很舒服 十多二十度 雖然更好 這裏應該會有類似新車扒貨會等等 現場都是非常多人 我們走不走一點拍給大家看看 這次的時間天中 我們就在一起拍攝 我們下一個發展 我們去拍攝 你真是不知為何 我們一邊拍攝 我們在這裏面 我們拍攝的一張照片 我們在這裡面拍攝 我們在這裏面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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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時間已經來到下午6時半了 現在開始越來越多人了 大家測試一下這條離航 這條離航是萬丈天地其中一條餐飲街 門口有一間韓國網紅店叫Our Bakery 裡面做的麵包也蠻出色的 特別有一個叫莊莊包 非常好吃 我懷孕小姐都非常喜歡吃 對面亦有一間內雪之茶 國內很有名的網紅餐飲店 再走前一點,有一間23號漢堡 本來可以吃韓伯格,Fizz and Chips 或者是三五之幾坐在這裡喝一杯啤酒 好,繼續向前走 讓大家參觀一下這條離航 這裏真的有很多型男索女 我真的覺得 像深圳那些Strike的美女 全部都會在這裡聚集 這邊有一間叫叫叫號 專吃法國生物 另外這邊有一間叫做桃園眷村 就是吃一些小籠包、痴飯、豆漿之類的 另外鏡頭在網裡面 有一間Shark 就是吃西餐的 你看到基本上都是坐滿人的 非常熱鬧 晚上照亮燈是特別美麗的 繼續向前走 這邊還有一間吃泰國食物 上來都是人山人海藏的 在旁邊有一間Westwood 就是吃西餐的 就是吃西餐的 前面還有一間是 Alvern 都是吃西式食物為主 不過我覺得在這裡 主要是吃什麼都不要緊 吃氣氛最重要 這邊還看到有一間吃日本燒肉 其實在地上這一間 其實二樓仍然有很多不同的殘忍 你看到現場是人山人海 坐滿人的 現在很多人都在等位置 始終今天是星期日 還有現在是六點半 即是辦事的時間 這兩間 連續這兩間都是吃泰國食物 剛才那間是清清 這間是龍香 基本上 就像我所看 基本上都是爆棚的 現場還有很多人在等位置 現在來到萬丈天理的噴水廣場 最後那間是吸水大噴醬 然後來到萬丈天理的噴水廣場 是由小王馬之虎、荷蘭藝術家、Hoffman設計的永久藝術裝置 叫做Pubble Coat Elephant 裏面還有兩間餐飲 一間是Shisoo Gobi 還有一間菜蘭港式點心專門店 不過我自己覺得最可惜也是 台灣的成品旗艦店 已經倒閉、切了槍 對於我這個偽文稱來說 真是一個天大的惡好 因為來近有少個地方去玩 無論你想即時上車、入手大灣區 或者想知多些、思多些 為將來投資做好準備充足的話 也可以過來和我們聊聊 我們深圳和珠海都有駐當地同事 可以即時為你做最深入的現場實地考責 以及安排Live現場情報看流 總之,選擇知識,包你對見 當然最重要是關注你環宇順盤的網站 Facebook專頁和Youtube頻道 最新的上盤、最新的市場消息和折扣優惠 就有第一時間通知到你了